香炉里的香灰是宝贝,香灰满了,千万别直接倒掉,福气是积累还是减掉,就看你有没有这样做。 分享佛法的真谛,带领大家走向觉悟的人生,欢迎订阅佛口圣心。 人们从古字经都总希望为自己寻找一些信仰,以求让他们得到些许寄托,而佛教人物,道教人物,甚至是一些比较厉害的历史人物,都成了信仰人群的主力君,特别是佛祖菩萨。 很多人不仅在心里信仰,还佩戴相关的开光物,甚至还将这些神像请回家里供着,日日烧香,虔诚跪拜。 但是烧香就能烧出来一个问题,香炉就那么一丁点大,香灰满了,要怎么办,能直接倒掉吗? 如何清理香灰? 一,先上香,插好香之后,恭敬地将香炉捧放于下桌上,再拔出香至于桌边,更谨慎的方式,可先准备柑橘,将香拔出插于其上。 二,用干净的勺子,将香灰掏出至于黄表纸上,再用细网筛好,筛过之后的香灰,再小心地倒回香炉里,予以整平压实,再把原先拔出的香,插回香炉之内,再捧香炉,置回原位。 三,最后将多出的香灰,用袋内收节保存备用,或丢于任何流动之水流即可。 至于筛出的一些香脚,可以用火烧化掉。 此方式只适合初一或十五,或腊月念四大清除之日,愚者任何时日,皆不可轻举妄动。 可以把香灰来做花泥,或修建房屋。 因为对香灰有着一定的敬畏,不论是寺庙还是普通人,都不会把香灰随意丢弃,倾倒在路边或地上任人踩踏。 通常情况下,他们会将香灰倒在花盆里面,把它们制成花泥,让这些香灰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生命。 还有一些人会把香灰掺在修建房屋的水泥或泥土里,认为这样更加具有仪式感。 造出来的房子更让他们住得安心。 五,如果是寺庙,大多会将香灰制成信物,分发给信众,普通人也会有将香灰分给其他信众做信徽的行为。 来寺庙里的人,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上香祷告,以祈求得到保佑,而香灰这种神圣的信仰产物,哪怕在本质上已经成为垃圾,可也仍然是最神圣的垃圾,寺庙很多时候会把它们包装起来,送给香客,也算是一种信仰上的馈赠。 而普通人则会把自己家里烧出来的香灰送给与自己要好的朋友邻居,给他们做炉灰礼。 这在他们眼里,也算是与人为善的一种功德吧。 随便把香炉取离原位,任意把香灰随手一道是犯了大忌的事,是会将以开光安慰之神灵一并请出门的,清理香炉是一件严谨的事,每一个炉都得个别操作,不能混杂。 通常先沐浴更衣之后为之,香炉里的香灰不要等到太满了才去处理。 二,香点完以后,香脚如何处理? 我们中国人香来尊敬佛,香拿来供佛,点完了香脚也不要乱丢,就像处理破损的经典一样,给它火化,灰放在清净的地方,有几分恭敬心就有几分福报。 但是也不要太执着,如果住在都市真的没办法处理,把它包好放在垃圾桶拿去到,如果有办法就处理圆满些。 三,香灰济会的处理方法,不能随意丢弃。 其实现在社会中的人们对于这些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,一般来说大家都会把香灰作为一种垃圾处理,直接扫到垃圾袋,或者直接还扔到垃圾桶中,其实这些本身也就是一种生活垃圾。 只不过对于一些有信仰的人们而言,在处理的时候还是比较小心的,首先忌讳的就是随意丢弃,也就是说不能够随意放到一边。 尽量还是要找一个装香灰的容器收拾起来,然后再做处理,放到寺庙香炉。 其实现在社会中的人们都会把家里的灰尘当成垃圾,然后直接扫到垃圾桶中,但是对于一些有信仰的人们而言,这种做法其实是不正确的, 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,可以放到香炉当中,也就是说要把这些东西带出去,放到寺庙香炉处理,撒到水中。 当然也可以把它撒在流水当中,其实也是有一种寓意的,这种寓意就是清清净净,干干净净,没有任何牵挂的意思,感觉不能太过于执着。 无论什么方式,我们的发心一定要是清净的,懂得佛法的人很清楚,学佛不要执着,要随缘结善缘。 四,家里佛堂点灯,是二十四小时把它点着,这样如法吗? 基本上有两种说法,依据咸鱼经,品女男妥品的说法,佛陀时代,有一个乞丐女人,乞讨了一整天才得到一点点东西,就把东西拿去换油来点灯供佛。 佛陀平常有交代,天亮就把灯吹熄掉,但是乞丐女点的灯就是吹不熄,如果按照这个说法,点灯是从晚上点到天亮,白天不点。 另外,要诗经的说法是,续命灯要点四十九盏,连续二十四小时,所以两种都可以,但是要注意安全第一。 五,有人说十二点以后的时间,网课不用上香,这样讲是正确的吗? 基本上香叫佛使,点香就是通知佛,或是供养佛,就像佛的使者一样,你愿意点香可以,没有规定说十二点以后不能点香。 而且这个香还有两种,叫上供下施,有些香是供养佛菩萨的,有些香加的香料,食物,可以布施给外面的众生,因为很多轨道众生都是吸味道的,如果你点了有食物的下供香施时,他们会很高兴。 六,门口五方五土,造君,祖先。 跟他们点灯如法吗? 动机决定一切,以前我们拜土地公,是求他让我们发财,这个动机不对,现在换成,土地公你在,我帮你点灯,令你离苦得乐,这个动机就可以。 动机决定一切,不能因为自己拜佛了,就我管你去土地公,那就不对了,我拜佛了,土地公还是存在的,万物皆有附着一个神,阿含经写得很清楚。 佛陀说,任何一个像,街,岛,包括一根小小的树苗,都附着一个鬼神,为什么?孤魂野鬼如微尘这么多,没地方住,所以他们附着在每一个地方。 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,慈悲为他们点灯可以,但不是求他们,如果你求他们,那将来就像养小鬼,他将来有所求于你,你不能回报的时候,他就可能会用种种的方法令你痛苦,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去求鬼做什么事情, 我们有德性鬼神,自然尊敬你,甚至你帮助他,他感恩你,这是自然的现象。 七,如何清理神像? 神像不能洗,只能清理,先拜好下桌,置金纸或黄标纸于桌上,上香于香炉内,再将神像请过香置于桌上,金纸之上,再将香炉捧颈置下桌神像之前。 其次先依照之前所说方式,先清理香炉后插上香,再清洁神像,神像清理过程中,香火不能断,清洁神像时,先用新的软毛刷子将灰尘刷干净,再用柚子的白内层皮擦拭干净,最后用新毛巾粘擦一次。 八,如何供奉祖先牌位? 祖宗牌位,不管是指牌或木牌,其上之字是有说法的,中间之字数要符合七,十二,十七,二十二之数,代老,两边之字数要符合六,十一,十六,二十一之数,代生,就是意味着两生和一老,也是子孙后代两旁拱持之意。 右边之最上字只略低于牌的最高处,也代表天之意,左边之最底字只略高于牌的最低处,也代表地之意。 九,寺庙香灰的风水作用。 一,驱邪化煞,寺庙里的香灰受尽众人供养,所以是聚集着一定的信仰能力的,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驱邪化煞的作用。 二,平心静气,寺庙里的香灰对人心有一种安抚性的作用,所以如果拿着一捧香灰, 香灰会让人觉得心里踏实,届时能让人平心静气下来。 传统文化中,香灰被视为祭祀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因此,在日常生活中,人们也会对香灰的处理方式十分重视。 在处理香灰时,一般应该先将香灰冷却后再进行处理。 处理方式有多种,最常见的是将香灰放入水中,或者用纸巾包裹后扔入垃圾桶。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,不应该将香灰扔进厕所等不当的地方。 因为这被视为不尊重祖先和先辈会带来不祥之事。 此外,在处理香灰时还要注意身体的清洁和穿着得体, 不应该使用手直接接触香灰,而要用纸巾等隔离物进行操作。 同时,还要保持肃静和心态平和。 不应该大声喧哗或者过分悲伤,这些都是基于对祖先和先辈的尊重和敬意,以及对家庭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祈福。 虽然现代生活节奏加快,越来越多的人对传统礼仪和忌讳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,但是我们仍应该尊重和珍视这些传统文化传承, 坚持在合适的场合和时机中依然保持传统的香灰处理方式,以此表达我们对祖先和先人的感激和敬意,以及对美好未来的祈愿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。 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